嗨 各位好 我是暗示忠天上 那這次呢來教大家 怎麼樣在節奏訓練 拿比較高分 不一定能滿分 但是至少比平常 還要高分一點點 那這個節奏訓練呢就主要就是 能夠在那個線上 打中那個音符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拿到比較高的分數 我們有一個小方式呢就是 你先準備這個終結者 那你可以想說 是不是就是在這邊打這樣子嗎 那這樣的話其實打 每打過一個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分數一點的分數 我們這邊呢就是 要用一種比較逃課的方式 我們直接站在線上 然後呢用這個終結者 來射音符 只要看到音符過來 要月線的時候直接射它你就可以拿到 兩倍的分數 那話不多說我們來試一次看看 節奏訓練 參與 記得進來的時候呢 要把終結者先換好在手上 好 站在線上 然後看到這個小怪 就射 失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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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樣就可以拿到比較接近滿分的分數 那這次的節奏訓練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可以拿比較高分 謝謝大家